欢迎回到地球那一端 今天我们带您打开英国王室的珠宝盒 女王经常带着一顶霸气华丽的帝国皇冠 上面镶了三千颗钻石 重打一公斤 女王自己都说带着帝国皇冠不能低头看稿 否则脖子恐怕会受伤 还有戴娜王妃生前最爱的珍珠类皇冠 传承自英国女王的曾祖母玛丽王后 这顶珍珠类典雅绝美 但却同时被盛传是被诅咒的皇冠 会为拥有她的人带来不幸 后来戴妃的婚姻破碎香消玉允 也让珍珠类皇冠增添更多悲剧色彩 金黄色宝座上女王头戴霸气华丽的帝国皇冠 上面镶嵌多达三千颗钻石珍珠和宝石 重量达一公斤 女王曾透露戴着这顶帝国皇冠石 不能低头看稿 就怕脖子承受不住 贵重的王室珠宝 经典永流传 在家族中一代传一代 尤其媳妇嫁进门 头顶皇冠都得跟女王界 选择拿顶皇冠步入礼堂 更是意义非凡 凯特王妃婚礼上头顶皇冠 镶满一千颗钻石闪耀无比 这顶皇冠曾是英国国王乔治六世 送给妻子的礼物 后来成了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 十八岁生日礼物 女王生日礼变成凯特婚礼行头 显见女王对这位孙媳妇的重视 相较之下 哈利迎娶梅根时 媒体分析认为 女王似乎有偏心的迹象 梅根戴的皇冠比较朴素 没有凯特的华丽隆重 不过也有媒体认为 梅根戴的皇冠是 以一颗大钻石为中心 跟凯特以数量衬托有所不同 英国王室珍宝众多 要说最出名的皇冠 就不得不提这顶 被称作珍珠类的典雅皇冠 她是现在英国女王的 曾祖母玛丽王后 1913年委托珠宝商制作 19个小情人节 每个节的上下方 各有颗水滴型珍珠 后来顶端的珍珠换成钻石 外观简约许多 但也更像是摇摇欲坠的泪珠 之后王冠被伊丽莎白二世继承 也就是当今的英国女王 当时出现了珍珠类 会带来不幸的传言 女王没带几次就将她树枝高阁 1981年查尔斯王子和戴妃结婚后 女王就把珍珠类送给了戴妃 她用了她自己的性格 带安娜家庭宴会或是出访国外 多次佩戴 无疑是她最爱皇冠之一 但戴妃的故事却走向悲剧 凄凉的感情路 又让珍珠类抹上一层硬霾 戴妃死后 这顶皇冠长达十年 被封存在伦敦塔 直到2015年凯特王妃 出席白金汉宫外交招待会时佩戴 如今凯特王妃能否擦干珍珠类 打破魔咒引发讨论 除了皇冠传奇故事 有些经典首饰随着时代改变 还会巧妙重新设计 这是我的妈妈的联系统席 当然她没有在一起 分享任何乐趣和感情 这就是我的方法 保持她近身 像是凯特王妃的订婚戒 她是由十四颗钻石 和一颗十二克拉的 椭圆形斯里兰卡蓝宝石构成 她其实也曾是带飞的 这个席白金汉宫外交招待会 美麗的朱花鱼 你当时到达到那 昨晚 昨晚 戴妃当年订婚时佩戴 死后被王室收回 直到凯特威廉结婚前 这枚戒指没有其他人戴过 因此显得特别珍贵 同一套蓝宝石耳环 戴妃也传承给凯特 从原本的耳钉款式 改造成浪漫垂调设计 展现不同风格 戴妃的珍贵珠宝 如今在凯特身上 似乎无意间也把清明形象 传承给媳妇凯特 每件皇室珠宝金雕细琢 代表着历史的传承 以及曾经许下的承诺 透过饱满珍珠与璀璨钻石 英国王室的经典 和世代间见证的故事 都得以永恒流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